在金融市长牛昌亲自迎接下 金融市长当选谢国良协同准副市长邱佩玲等人前来拜会 双方在二楼贵宾市闭门会谈40分钟 牛昌表示会谈气氛融洽 他除了针对金融捷运、成绩转运站与金融塔等重大建设 向谢国良说明 对外界关注的交接问题 双方也圆满达成共识 针对我们国良兄这边所提出来新的市府团队 希望多多了解现在市政的一个状况 那我们也想出一个比较就是很圆满的一个方式 也就是未来我们透过杨贵姐参与这边来联系我们相关的局处 那让我们的局处首长来指派相关的 包括像副处长的同仁来跟新的局处首长来做一个报告跟说明 让他们能够这个在最短的时间里面 能够了解最多的一个业务的一个状况 也立12月25号上任之后 业务的一个推展跟推动 谢国良也表示与林又昌聊得非常愉快 他跟当场邀约林又昌能出席12月31号举办的跨联晚会 前后任市长合体一起与市民共同迎接 2023年的到来 谢国良也特别感谢林又昌的大力协助 让新市府团队在商人后能更快速更有效率的推动市政工作 那非常感谢市长刚刚在这个市政交接上 就是也有在哲成贵节参议 对于未来的工作的讨论上面 这个给予我们很大的协助 在此特别谢谢市长 那因为我的很多同仁 大家也是希望能够尽快的 尽速的 然后有效率的进入工作岗位 那所以也很谢谢刚刚市长允诺 让我们在这个业务的熟悉上 因为部会的局处的业务 总是会相当的内容比较多 需要更多的了解 所以非常谢谢市长 刚刚这个允诺 请我们的贵节参议 再协助我们 让我们对于在上任前还有10天 各个局处所长他们都是想做事的人 过去也有很多都是我立法院的同事 想积极的在了解业务更深入一些 非常谢谢市长愿意大力的帮忙 谢国良也强调 执政八年的林又昌是他市政最好的老师 未来就任后对市政有不懂之处 会打电话请教林又昌看法 我觉得我比较把它界定 是我市政上的这个大哥 跟他这个好好的请教 有实质的这些知识的传递跟传承 然后进而能够帮助到未来市政 我觉得是最重要的 那我相信这个市长未来一定也是 有非常重要的责任要来肩负 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会用实质的方法 就是怎么样我不懂了 可能我就打个电话给市长 跟他请议一下 那得到他这几年在市政上面 这个所获得的经验可以分享给我 对于媒体询问交接过程引发了争议 林又昌强调他和谢国良有共同的目标 就是金融市民的利益和金融市的发展 这也是每位金融市公职人员共同的责任 我毕竟是八年的金融市市长 所以我也一直在这个跟大家来说明 未来不管我在任何的一个工作或者是岗位上 甚至是没有任何的一个公职 那我也还是一个金融市民 那我会以任何的一个身份来协助 金融未来的一个进步跟发展 那我想这一点是永永远远会继续下去 不因为身份的一个改变有所差异 谢国良表示能为金融付出是荣幸也是使命 林又昌也表示发展金融市是大家共同的愿望和期待 现在的市府团队会全力协助新团队所有成员的需要 让未来市政能更顺利推展 记者张旗藤金融报导